平日才有的海上特餐 你看它超風神的 光是這一個蝦子 我就傻眼 哇 好特別喔 1 2 3 爹地 我們跟你在壓扮成本 各位大家好 歡迎來到豬豬隊友頻道 我是Sky 我是Windy 我是Chinney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啊 我們又來到宜蘭了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西河水產 大家都知道Wendy跟Chinney 平常是很喜歡吃海鮮的嘛 對不對Chinney Chinney最喜歡吃就是寶寶魚片對不對 我們聽說這裡有CP級很高的海鮮大餐 而且還可以帶小朋友來體驗DIY 跟認識一些海產的知識 那今天就跟著我們一起來玩吧 這裡的門票是100塊錢 那如果是120公分以下的小朋友就是免費的 欸太好了 省了100塊 他這邊的門票啊 雖然是100塊 但是呢有附一張50塊的體驗券 跟50塊的體用券 都可以折禮館內的消費 但如果大家是不想排隊的話 也可以先在KK在一個K-LOOK上面買票 就不用排隊啦 哇 這邊好涼喔 我們可以在這邊拿到學習單 答對會有小禮物 他這邊一進來啊 他這邊就有一大片的漫畫牆 這裡的漫畫他就會介紹西河水產的小知識 還有一些關於漁禍啊 遺產的小知識 哇 我們在這裡可以直接看到他們在包裝漁禍欸 欸我從來沒有這麼清楚看到漁禍是怎麼處理的 我覺得在這邊上班啊 有一個很棒的事情 是什麼 你可以認真摸魚 欸這很可愛欸 很好笑對不對 這一台可以算是冷凍界最猛的 因為它在結冰的時候啊 不會破壞細胞 那退冰的時候也不會產生血水 他這邊有說啊 如果水分子在結冰的過程中啊 它其實是會破壞細胞膜的 那如果我們透過像震動的方式 讓水分子不結冰 但是卻可以達到-65度 這樣子呢 在退冰的過程就不會產生血水 就好像是現撈了一樣 這個布拉魚啊 它在海裡面啊是透明的 煮熟之後呢會變成白色 但是很多朋友說 啊那個好白 好像漂白的 說黑的是沒有漂白 事實上黑的不是沒有漂白 黑的是布拉魚長大了 哦 哇 你知道真正的煮魚啊 其實是要很溫柔的 有點像是 你做那個撈子有沒有 其實在煮布拉魚的時候啊 你這樣 這個下去之後啊 你是要讓它鋪成薄薄的一層這樣子 我們要交考卷囉 交卷對答案來 100分 耶 真的 送你一張明信片 哇 我發現我們的考卷被面吃答案耶 欸你不要跟大家講 那大家以後來都沒有 這段剪掉 在這裡可以試吃 新鮮的魚貨耶 他們會建議先從布拉魚開始吃 總覺得跟我平常吃到的布拉魚一樣啊 就感覺這邊比較鮮嫩 然後這是櫻花蝦 喔我真的覺得好新鮮的感覺 小卷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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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好像沒有這樣 不要吃 她好像沒有這樣吃過櫻花蝦 她好像沒有這樣吃過櫻花蝦 好吃嗎 唉唷 有 蛋蛋 爸爸的也給Channy嗎 狂吃 平日在這裡啊 可以做布拉魚的米鮮貝 Channy最愛的喔 聽起來就很好吃 趕快現在來做一下 超漂亮超漂亮喔 哇好脆喔 乾杯 它裡面啊 沒什麼調味 但是真的很香 妳有沒有發現它是一個船的造型 對 它這邊是那個螺旋槳嘛 然後旁邊 一個一個輪胎 是不是跟我們上次去南方澳一樣 真的耶 下面藍色就是海啊 然後這就是船身 那我們現在就上去三樓吧 我們跟著體育走上去 哇 這裡也要更多吃的了 唉唷 這邊就是他們的海鮮區耶 我們等一下會再回來這邊 我們先去做DIY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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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來做飯環DIY 我們是要直接把生米煮成熟飯耶 我們要來做小捲餅乾 我們要把這個小捲放到這上面 很香耶 我已經聞到烤魷魚的味道了 哇 完全不知道這是小捲做的 1 2 3 來 好 很難想像它是小捲耶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它的那個口感 它有點像 米餅融合的 魷魚絲 喔有魷魚絲的感覺 它是可以吃到那一絲一絲的 而且我留言這邊很棒就是 因為像小捲呢 前提前還不太適合吃嘛 但是如果把鴨成這樣子 小捲的餅乾 它就可以一起來品嘗 你看它吃得多開心 我們的飯好囉 對啊 哇 它的飯一打開有一個木頭香味 哇 我覺得煮得好棒喔 不過就是把它倒進去而已 這邊呢有一盤配料 拌一拌 裡面有柏拉魚 還有南極蝦 還有鮪魚絲跟小捲 等一下就可以做成飯糰 好棒 對啊我們的廚師已經先吃完了 抓到現行飯了齁 千里 你已經吃一大口了是不是 不是我們快要凹一個洞了 還要用吸出聲音 我們可以先壓飯糰嗎 嗯 哇 吃嗎 原來三角飯糰就是這樣子做的 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值得跟小朋友一起來體驗 因為它的整個過程都很簡單 像缺年也都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做 就會很有成就感 那如果想要參加這個體驗活動的話 要特別注意是 就是要去他們的售票庭 預約拿號碼牌 它是領完為止 那場次的話呢 是禮拜一到禮拜六都是一天有兩場 早上十點跟下午兩點半的場次 那如果是禮拜天或者連續假日的話 就只有上午一場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的話 要特別注意喔 我們終於要來正式的吃午餐了 剛剛都是點心 我們要來體驗他們的海鮮穿燙 非常推薦大家趁著平日的時候來 因為它只有平日的時候會有這個 海扇特餐 那在這裡呢 你就可以選擇你想要穿燙的海鮮 你看它是海水白蝦欸 超大隻 這邊呢它有告訴你每一個食材需要多少時間 那剛好我們今天選的都是三分鐘 那他們就會附給你一個這個沙肉 剛好就是三分鐘的計時 切一顆 這樣把它剝下去 那時候可以放低一點這樣才不會燙到喔 有沒有覺得有一個很專業的感覺 沒有我覺得你看起來 確實感覺是第一天進組長 我其實今天就是為了這一盤來的 這是只有平日才有的海扇特餐 一份450塊錢 你看它超豐盛的 光是這一個蝦子 我就傻眼 它有生食雞干貝 還有鮑魚 它全部的東西都是做宜蘭在地的魚餐 像這個是魚乳肉飯 烏拉魚的鮑 先來吃吃看這個 生食雞干貝 很好吃 你可以看到裡面還有晶瑩剔透的 哇 它直接吃不加任何調味料就很好吃了 我真的是很少吃到這麼大隻的蝦欸 這隻蝦比Channy的臉還大 Channy好吃嗎 Channy看起來是有喜歡喔 Channy有一陣子已經不太喜歡吃蝦了 但是這一隻蝦希望可以讓它重新 愛上蝦子 這一碗是魚乳肉飯欸 你看上面都是魚肉做的 哇好特別喔 這口感真的很難形容 比較像魚鬆 可是它其實吃起來是肉的口感 來吃吃看這個鮑魚 超級嫩 它的海鮮真的都好新鮮喔 但是大家要特別注意它的海陸大餐 只有平日的11點到1點有供應 假日是沒有的 因為他們假日人太多了 沒有辦法供應那麼多 然後你看看這個 這個超特別的 這個是鬼頭刀的炸魚薯條 它的皮很酥脆 然後肉質也是很好吃 布拉奇蘿蔔糕 從來沒吃過欸 這個做的很好吃欸 它的蘿蔔糕超級綿密 我們的蒼燙海鮮 剛剛自己做的 哇 滿滿的鵝仔 媽媽超愛吃鵝仔的 原味就很好吃欸 這個是黃雞魚 宜蘭這邊當地的特產 它的肉質是有一點嚼勁 它不是那種非常軟像鮮魚那種 好吃好吃 這裡有超級多的海鮮 剛剛吃到覺得好吃的 這裡都可以直接買回家 而且這邊還可以再 蹭免費的 這裡還有試吃 這個是不是就是剛才 我們剛剛做的 炒魚鮮貝的那個 這我覺得可以買欸 所以你現在吃飯 它都會加寶寶香鬆 感覺真的他也會很喜歡 它有三種口味 紫蘇海帶牙 還有鮭魚的 還有昆布小捲 而且它這邊的包裝都超級特別的 我給你看 他們用的包裝叫做貼體包裝 它是整個完全服貼在上面 你還可以摸到那個觸角欸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在樓下 透過鍋裡看到 底下有一台 德國進口的貼體包裝機 密封效果更好 你可以保存更久 它真的是各種海產都有欸 我覺得這邊很棒的地方是 它這個份量其實也不大 你看都這樣子一包一包的 還有一個最棒的就是 它這裡的魚是 全部都已經幫你處理過的 那它這個冷凍真控的包裝啊 我們回去可以用電鍋針 或者是煮湯 或者是氣炸鍋 一個小時之內三鍋一起就可以上菜 我們都來到宜蘭了 要買個宜蘭特產的鬼頭刀吧 我們上一次去南方澳 就是要去補鬼頭膏 雖然最後沒有補成 沒補到 欸這個真的很不錯欸 我連切都不用切欸 上去抹個眼就直接處理了 哇大豐收大豐收 好這是你的發票跟收據 還有密器喔 那我幫你這個包裝嗎 這個的話可以8到12小時都沒有問題喔 那還會幫你放保兵器 所以其實如果你後面還有行程也都OK 都OK 對 那這個是保兵器喔 回去還可以重複使用 好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在官網上面訂購 那我們官網上面也有 定期的優惠活動 那也有宅配道府的服務 那都可以參考看看喔 好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大豐收喔 好啦我們已經要回家啦 這一次體驗如何 完全顛覆我的想像 觀光工廠 想到就會覺得說 好像是那種 殺時間的地方 對 但是西河這邊真的是有讓我驚豔到 他們展區啊佈置得非常漂亮乾淨 而且用很多的漫畫知識啊 或是互動體驗來告訴我們一些 漁獲相關的知識 小朋友也可以很輕鬆的吸收 就不會覺得無聊 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他也把這邊弄得很好玩 就又有好吃的 又有很多不同的DIY體驗活動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真的是很適合 帶小孩來的一個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CP值超高的海陸大廠 所以推薦大家一定要平日來好不好 整個觀光體驗非常的舒適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 宜蘭特別的觀光工廠 如果大家有到附近走走的話呢 千萬不要錯過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 才播放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那我們就要下一集見囉 掰掰 掰掰 千里你要跟大家說掰掰嗎 掰掰 自己去借哪一個魔鈕 而aci上 ICH 有趣他們 像是 可以